袁老师为什么对传播中华文化这件事 拥有如此大的热情呢 杨红充满好奇地跟他聊了起来 我是1997年来到李约的 然后进了联邦大学学葡萄牙语 在这期间呢 你要生存的 上午教中国人葡萄牙语 下午教小孩子们的汉语 那么同时我也给一些高管教一对一的课 在巴西有美国学校 英国学校 法国学校 德国学校 连阿拉伯都有学校 我们泱泱大国没有一个中国学校 这个中国学校是我的一个梦想 从那时候起 袁老师像一位足球队员拥有了球门 但想要射中他 却需要漫长地传球进攻 甚至会遭遇拦截 抱着自己的梦想 坚定不移地向他走去 袁老师就这样 一步一个脚印 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学校 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当然了 这仅仅是开始 你后面你还有太多的路要走 我每天看着我这些孩子们 我特开心 汉语越来越说得越多 小孩睡着觉还唱祝你生日快乐 哎呦我开心哪 多开心哪 所以我就觉得 这就是阮实力的提高